大陆多套赫碎片在遭盗版 约路媒报道,多套赫碎片在网上被金价出售 大陆产科幻片《流浪地球》更是被DG一元人民比较卖 2月5日,科幻灾纳电影《流浪地球》上映,获得官民大肆吹捧 声称口碑,跳华双丰收 不过2月8日上午,路媒就发现网上已有不少卖家 在某二手平台交卖《流浪地球》影片资源 声称是高级完整版,售价低至一元 更有人将正热印的多套赫碎片大包出售 售价不过2元 点击卖家发来的连结后 出现的影片播放网站 列注该电影的抢先版、清晰版及高清国语中自办选项 当点开高清版后 即能观看长达两小时的影片 且画质清晰 只是屏幕上见先性出现冒赌博网站的广告 《流浪地球》 改编自中国作家刘慈欣的通明小说 带着赫碎当国产科幻片等标签 该片的制片方声称 过年期间一直忙于封堵盗版活动 并已联合更多其他从业者商议对策 加强打击 近日网上流出一张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的一份关于加大流浪地球 预售排音工作力度的通知 称希望各月限配合发行方 克服一切困难动员 组织旗下影院最大限度开启流浪地球预售场次 最大程度提高首预排音市场份额 努力完成上一首周排片 占比不低于30%的任务 时政评论员严丹的文章表示 大过年的 有多少人会钻进电影院看国产片 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并质疑封堵盗版 何时成了电影制片方的火 是否应票房造假而没有庆祝的动力 文章说 中共国家版权局在2月2日 以针对新年当期上映的发布赫碎片 发布版权保护预警 要求网络服务商 电商网站 及应用城市商店 加强处理侵权内容及连结 也就是说 有关部门甚至比侵权到 百万字都更先知道 这些影片被盗版恐怕在所难免 严丹的文章表示 盗版长年在中国泛滥 嘴见不值 全败中共所赐 有意思的是 盗版电影占据中国市场这么多年 且年年都有赫碎片 为何等到今年才拟出了 版权保护预警名单 更何况 名单上也只有八部电影而已 文章指 不难想象 这些电影制片方跟中共当局的关系显然不一般 为了对民众洗脑 中共从来都不吝息赔本这儿要好 就算电影不赚钱 也要夸耀 厉害了我的国 毕竟电影票太贵 毕竟打过年的去电影院太过另类 因此 将高清完整版的盗版影片 直接放在网上 是在中共的算计之内 几十年来 无论国际社会 还是国内民众 恐怕都一身知 盗版是中共护不了的短 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也早就成为中共腐质疾痛的硬伤 更倒霉的是 电影制片方的一句 笑谈 就能成功的揭开 中共先帮摆迹想要捂住的这块窗吧 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